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验会比较贴近 所以我先放一些 小的室内设计的案例 我想各位现在住的地方 大概是学生宿舍 或者公寓的某一个楼层 每一年 其实这堂课的同学 很多同学对室内设计蛮有兴趣的 因为室内是很直接的 我们每天生活在里面的 不管是房间 客厅 浴室 厨房也好 接下来我来放几个空间 如何让空间更有个性 空间除了墙 楼板 庭花板以外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的方式 可以产生一个新的住宅的机能 大概有几个主题 比方说阁楼的方式 利用高层的这个高叉 在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做一个夹承 或者浴室 浴室有各种方式 甚至浴室不见得是必须要封闭的 比方说这个是用帘子拉起来 上面有个shower 或者浴室是用玻璃的 比较开放式的 浴室有砍一个电视可以转开等等 待会之后的画面会详细跟各位讲 再来closet 我们一般居住的空间里面所用的衣柜 衣柜一定是固定的吗 一定是密闭的吗 一定是外露的 看得到一个衣橱吗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待会我们从个案里面会看得到 也许它是可以活动的 可以收纳的 也许它是连门都不用了 可以完全开放的 也许它可以用比较透明的材料 让光线可以穿透 kitchen 厨房 厨房可以是开放的 也可以是密闭的 或者它可以跟客厅连结在一起 等等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也有各种不同的材料的想法 接下来我们很快看几个个案 这几个个案我认为都还蛮特别的 第一个它主要都是很小的空间 在很小的空间里面 它如何去创造出空间的极致性 我们先来看这个案子 它的概念叫做Living in a water tank 生活在一个类似像鱼缸或者水缸里面 我们来看这个跟台湾很像 屋顶的一个家建 好像顶楼的一间小房间 因为它有一个屋顶的关系 所以这个小房间它可以延伸到 有一个小小的平台 这小房间跟平台的关系还蛮有趣 这一扇 你看这一扇门是两大片可以完全打开 看起来室内就延伸到户外 那里面的空间更特别 因为空间很小 所以它希望所有的家具都是活动 可以收到墙里面去 那你看看这张床 这张床下面它就往这边一推 就推进去了 床就不见了 这是床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厨房 这是一个厨房 这厨房也很特别 这个厨房是砍在一个鞋板上面的一个流理台 当这个床往左侧墙壁推完以后 这个可以放一张餐桌 可以在这用餐 那盖电视很多东西是可以活动 包括它这里是一个卡在墙上一个电视 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平面图 等于是屋顶的 它是盖这个小小的空间 那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床 事实上它可以往外推 可以收到这里面去 收纳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室内的可以变成一个客厅 或者一个餐厅 连接到户外的露台 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厨房 那这个衣櫥也是跟这个床是一样 是可以一推收到墙里面去 各位看一下 这一块是衣櫥所以它可以拉出来 这一块是床一样是可以拉出来 所以衣櫥拉出来的时候 可以拿完衣服再把衣櫥推进去 这个跟我们一般想法 是衣櫥必须得在外面 这个完全不太一样 那当然这个是蛮特别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 它这个厨房 它这个厨房的这个 这个是排油烟机 那下面就是一个炉子 浴室在哪里 各位看浴室在哪里 小心一看 它这个是洗脸棚 脸棚头 所以浴室 怎么在房间里面 你小心一看 原来这个地板 这个是一个排水的 下面有孔隙 所以小小下来的话 水会流走 所以浴室事实上跟房间在一起 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住宅 所以它不需要浴室 还要再隔间隔起来 所以基本上浴室 就是利用这个地板 落水的材料的差别 所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厕所在哪里 厕所是有封闭的 厕所就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电视很有趣 这个电视可以转的 那因为只有一个人 主人在厕所里面 如果很无聊 电视可以转 转到厕所里面上 上厕所可以看 那你在客厅的时候 也可以转到客厅那里面 也可以看 所以它很多概念是可以转的 可以移的 可以动的 那所以空间很小 但是还蛮特别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它是一个新的 一个极小的住宅单元的 一个Prototype Prototype就是一个圆形 概念屋 那这个概念屋 它好像货柜 一个小货柜一样 可以拖着跑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小小的房间 我猜大部分的同学的房间 也许都比它还大 说不定 因为这个是一个可拉的 就像一个抽屉一样 所以它收起来的时候 可以用一般的货车就带走 所以这种东西 在工厂叫做玉柱 就工厂 反正我大量生产 在工厂组装好了以后 哪边需要一个房间 我把它吊到那边去放着 然后插电接水就可以用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 可移动的一个 最minimum的一个住宅单元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像抽屉一样 下面有轨道 这个可以收起来 再把它带走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也可以架高 架高下面就可以停车了 架高下面停车 那这个拉 收起来是这样 像一个盒子一样 拉开来的 拉开来以后 它就可以在第二个 第二个抽屉这边 去做卧室 第一个抽屉的部分 做厨房等等 那当然它的水 必须要透过这个结构 往外 往外流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在工厂做好的一个 最小的居住空间 可以透过货车 去吊桩 移动 其实这种 在欧洲现在开始流行 那我们说台湾土地不够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也一样 也一样 欧洲那些都市 那个土地永远不够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概念 还蛮有趣的 因为在工厂 我们可以控制这样的一个生产的精密度 所以它拖到郊区 这个有点像 比帐篷再高一级 它是一个可移动式的小型住宅 这样的一个提案 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 他可能还没结婚 那需要有一个居住 所以他在郊区 找到很便宜的一个土地 可以租的话 那这种住宅可以到处带着走 他的工作也可能会从一个城市 换到一个城市去 这个非常有实验性的一个概念 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Prototype 他叫Sushi 那这个又比刚刚看的 那个稍微再大一点点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在工厂生产好 在现地组装的概念 那你来看下面变成一个开放的空间 或者是可以停车 那整个住宅是放在二楼 那它是一个穿透度很高 第二它是一个工业化的 一个标准的生产的制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工厂 它可以大量制造 而且很多都是模具 那透过这种货车可以带着走 然后到现场再组装 组装好以后 把下面的结构称好 把这个主体的建筑放上去 然后接水接电就差不多的就完成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 等于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是非常好 那台湾大概 第一个就是大概台湾的整个规模太小了 所以它去开发这样的模具可能比较高 那第二个台湾觉得这种东西不耐久 所以比较难接受 第三个可能是防水 防水的问题比较不容易处理 你看这个结构也是很简单而已 很轻的钢构造下来 那上面就是这个玉柱的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得到很多是用木构造的材料 这边的木构造很多都是那个集成材 不是原木 用杂木透过高压的胶合以后所产生的板料 空间很简单 但是又很modern 高度的采光 穿透等等 它就是很简单 就一路通 客厅 房间 前面可能是厨房 它是玉柱的概念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案 那这个作品用很多很便宜的材料 这便宜的材料就是甲板 那用甲板来做类似像积木一样的 所以有可能是衣橱 有可能是座椅等等 那利用这个大楼的顶楼 它在顶楼上加建的这个阁楼 然后侧面有一些自然的采光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室内的空间 像一个我们说立体的一个积木叠起来 那所有都是同一个材料 从头到尾 非常简单的一种材料 构造 甚至厨房也是用甲板做 很简单 再来这个小案子 也是一个家具的可移动性的概念 它可能是一张床 拉出来又是沙发 转开又是一个化妆台 那就像魔术方块一样 是可转动可移动可拉的 那我们刚才第一个案例也有看过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空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衣橱 然后这个是可做的 但是它这个Sponge一拉开 这个就可以当床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翻开转开 有不同的功能 像这个床就从这个地方 在下面就拖出来而已 接下来这个房间 单一个房间也是一个住宅 非常简单的 它就用一个折板的概念而已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 它就一块板 折下来变成一个单一的局势 也是一个房间 那在这个房间因为空间很有限 所以它的墙面 这一大片墙 非常轻的 而且在天花板上面做轨道 所以这片墙 它是可以轻到很简单 是可以移动 整片墙就可以挪开了 所以当你需要睡觉 需要一个比较私密 你就把这片墙稍微挪 稍微移动以后 它就关闭 变成一个房间 那你如果在工作 在用餐 有客人来 这片墙可以移 移开以后 它就变成完全打通的 一个客厅跟餐厅 完全open的一个空间 各位看一下这个床也是 这个床也是可动的 下面还有轮子 可以推 这个是柜子 很多东西是可以移动的 推拉的 下面这个暗室也小空间 但是这个小空间里面 它希望做出一种 不规则的流动的 甚至凌乱的感觉 chaos 混沌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量体 但是这个量体看起来 你好像是用 于远镜头拍出来的 那个空间好像爆炸过 所以都是斜的 歪的 扭的 转的 这个空间还蛮有趣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住宅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墙 是不落地的 你看这片墙 也很奇怪 虽然是界定空间 但是 转弯 它是切开了 所以看起来 所有的空间都是不稳定 都是一种 在飘 在移 在流动 在错 利用这个角度的错语 产生一个空间的流动感 所以这个空间大概 很少是垂直水平的平面 除了地板是平的以外 因为人要走 怕跌倒 除了地板是平的以外 其他的 都有一点点角度的错语 包括尾端的这张椅子 也是歪的 还蛮有趣 所以这个空间 充满一种流动感 因为这个斜角 它也产生不同的阴影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充满流动感的空间 你看它平面 看起来这个线条 就像立体派的画 都是这种折线 折来折去的 因为上面这条线 跟下面是不平行的 所以整个空间 都是一种倾斜的感觉 那这个墙面上撞出来 这块也很特别 看起来像一种半浮雕 浮雕是一种介于 平面跟立体之间的一种 一种二分之一度的 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我拆床还是要平的 不然碎碎会跌倒 这个书架看起来也很特别 好像有点透视感 这书架好像从墙里面飞出来 飘在半空中 那这一个 这个是沙发 沙发也没有落地 也是斜切的 砍在墙上 所以所有的东西 好像是飘在半空中 流动 那在这边 主要的色调是白色的 就有一点点 很淡的灰色 地板是木头的 木质的原色 其他都是这种白色 因为它所有的斜角 会产生一点阴影 所以虽然都是白 你可以看到那个颜色的 因为空间的角度的变化 所以那个白色到灰色之间的 色阶的这种变化 那也用了很多间接照明 什么叫间接照明 就是我们一般看得到灯 看得到灯具 那间接照明就是灯具 藏在里面 透过反射 让你看得到光 所以你看得到 看不到灯具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光源是从里面 间接漫射出来 这个叫间接照明 那间接照明 比较不次眼 那整个空间里面的光 会比较柔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设计 还蛮有趣的 有一个餐桌 是可以转来转去的 它以餐桌当作 这个住宅 或者这个房间的中心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房间它的位置很好 它是面对一个壶 所以面对壶的这一面 它在这一面就开了一大片的落地窗 希望可以面对的壶用餐 而且在这个餐桌 你可以看到 餐桌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 所以希望往view的部分尽量通透 不要任何的阻隔 第一个 第二个它希望这个餐桌 除了可以这样用餐以外 它可以做另外一个角度的挪移 做别的机能的使用 所以餐桌转到另外一面 就变书桌或者工作桌 所以它等于是 这个餐桌它可以做90度的一个转折 可以完全自由的调整 这个整个空间的掉性也是很简单 都是白色的 除了家具的木头的颜色以外 就有一点点黑色 白色当底色 还有点金属的本身的构造 当然这个是一根柱子 也是这个餐桌的主要的结构 这样的一个悬吊结构 也撑起这样的一个餐桌 所以当然这个餐桌不是用买的 这个是设计去现场制作 你可以看到这个餐桌就很轻 因为它没有角 它是透过这个柱子的结构 拖在半空中一片玻璃盘 所以整个空间在地面 就是很流畅 连贯在一起 因为室内没有复杂的造型 也没有复杂的颜色 所以我们人的视觉的重点 会往户外看 看到自然的景观 那它这个房间也很特别 房间的门也是可以拉的 可以整片拉开的 所以让房间不睡觉的时候 是可以跟客厅整个在视觉上 全部连贯 所以你空间看起来就比较大 那欧美的客厅其实它也不见得沙发都要摆满 就一个很简单的沙发 本身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像艺术品一样 再来是一个顶楼的阁楼设计 那这个阁楼设计 把它设计得像一个玻璃盒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应该 类似像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那这种古层 屋顶都有一点挑高 那这个挑高的空间 做remodel 它把沿街先退缩一点点 那做一个大片的玻璃 那有点斜角 那我们看这个 斜上去的这个玻璃可以整片打开 所以它可以产生自然的通风 这片看起来是一个玻璃墙 但是事实上它是一片窗 是可以透过很好的五金 它可以整片打开 那屋顶有一个在半空中的一个屋顶 屋顶的露台 是用木构罩跟金属座 非常轻巧 那转角这个地方是一个浴室 我们待会看得到 浴室跟厨房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厨房 这个是厨房 这一大片玻璃的内空间 是一个客厅跟餐厅 厨房其实也不是一个房间 厨房是等于这个柜子的延伸 就是一个counter 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单一个炉子 一个小小的水槽 更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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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天光 那这有一片玻璃 那这个是什么呢 各位看一下地板 这个地板是金属的 有孔状 那这个有孔状的金属的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浴室 这个浴室很简单 就是这个 这个在利用这个力感的 这个活动的这个帘子 它拉开以后 就变成一个浴室 所以浴室完全不占空间 是需要shower的时候 就是挪移 它就变成一个四方的 四面的帘子 就是把中间的空间包备起来 那就可以领域 在这里 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利用高低差 做一点加乘 这个空间是一个 比较长条形的 但是也是很窄的一个空间 那么窄的空间 它把前面这一段 稍微稍微垫高一下 那后端 后端是厨房跟餐厅 那跟这个房间有点高差 让空间有点层次感 那这个房间的里面 是一个浴室 那它的管线也是外漏 外漏 只要你把那个管线 做得很干净 那外漏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传统说要收很多的天花板 把这些管线收掉 但是你如果管线 好好挑选材料 好好去做设计 外漏也是一种美感 那它是一个很长条的 一个带状的空间 所以你看看门一打开 一进来是一个靠壁的一个储藏空间 再来是一个浴室 那这有一个浴缸 再来是一个房间 那房间是拉门的 那再来尾端 在下几间 就是一个餐厅 琉璃台 客厅 所以它是一个 像台湾的这种长条状的 这种很窄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而已 那但是这个空间 这个门可以打开 甚至浴室这里 也都完全可以穿透 所以虽然比较里面 但是它打开以后 光线就全部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那个餐桌 看得到这个卧室 看得到这个浴室 那卧室跟浴室 是抬高的 所以这个下方还可以放东西 接下来这个案子 应该在北欧 那这个是一个很 很简洁的设计 很简洁的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空间 但是颜色就稍微有点白 然后带点自然的木头的颜色 跟玻璃的绿 那整个空间都是非常简单的线条分割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这系列的建筑 其实都没有用什么高彩度的颜色 也就是大部分是以白色为基调 或者材料的本身的颜色 就是说木头本身的颜色 或者金属本身的颜色当地 那空间因为量体的层次的变化 产生一些空间 风物性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比较有点 有点用到砖 就是比较古典的 比较传统的材料 砖的材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空间 保留一片的墙面是用砖 砖这个纹理会比较粗糙 它跟木工跟金属跟玻璃不太一样 砖造的 砖其实有一种质感 这种古朴粗糙质感 其他部分它就比较用很简单的木头 去做分割 这个餐桌也是一个玻璃的餐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整个调性 就是一个比较暖色调 那暖色调里面让画 让一些装饰品的颜色稍微跳出来 那其他的背景 背景还包括墙面 包括沙发 包括比较大面积的背景 就整个颜色就统一下来 这统一就是有点米黄色 带一点暖色的这种米黄色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得到的 这道墙的砖造的这种质感 跟这个椅子是用藤边的 因为藤也是凹凸凸的 看得到那个编织的纹理的这个层次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材料上的差异 砖的材料 手工边的这个藤 表面的质感 那很简单的木头 就大概这几个 那其他的就是很简单的 用木造做成一个白色 而且用一些装饰品的颜色 让它跳出来 那我们在西方常看得到 就是厨房其实是开放的 那开放厨房它等于是客厅延伸的一部分 所以你除了煮东西以外 就是有客人来 可以主人跟客人一边互动 一边共同去做菜 所以厨房餐厅跟客厅 在西方的方式很多都是一连贯的 就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空间 而且在西方一进门应该是厨房 或者厨房空间 因为从外面带一些东西进来 你希望先把它放在冰箱 先放在厨房室 那反而客厅是在最尾端 不是在最前面 因为尾端的客厅是比较靠窗 可以延伸到户外 或者有户外的view 可以连贯 接下来这个案子 也是一个屋顶的顶楼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北欧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没什么造型 但是它的一个空间 城市感却非常丰富 我们来看看这个餐桌 这个餐桌是原木的 原木 但是这个原木没有复杂的花纹 就是非常简单的 纸条的厚的木板 同样这块木板的木纹 也是这张椅子的是一样 你看这椅子多么简单 当然这张椅子是很有名的 因为这张椅子的结构非常的简洁 你看它就一个像住院符号N的一个造型 但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而且这个没有角 却有办法撑住一个人的重量 所以这样子就是工业设计之美 非常简单目过照 所以搭配这样一个餐桌 那两个吊灯 那你看后面的这个 就是一个白墙而已 没有收边 那这个是音响 音响这应该是Bose 就是纯白色小小的音响 那看到白色的这个是什么 是楼梯 所以这个楼梯也没有栏杆 也没有复杂的这个结构 它是等于是浴坎 在墙面里面的一阶一阶的 candy lever 悬条出来的一个踏板 所以我想这个美 就美在这个 因为这个没有栏杆 而且这个线条非常简单 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跟背景融合在一起 这边不是一个密闭栏杆 或者密闭的阶梯 把后面的景 后面的view挡到 所以它是完全穿透的 所以虽然这个看起来构图很简单 但是它有一个层次感 有一种材料的变化 颜色的一个层次 灰色的白色的 这个中阶的这种木头的本色 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那你看这个草草的狼 他把窗收到几乎没有窗框 那简单的帘子放下来以后 靠着窗的边界 有一排木头的矮柜 那这木头矮柜的面 跟地板面是一样 所以几乎是没有收边框 但是非常简洁的 像量体的这种直接卡接的层次 那这种色彩都很接近 大概中色接有点带灰的 绿色有点带灰的蓝色 那这个本身就灰色 那木头的淡淡的木头的原色 所以整个空间看起来很舒服 很柔和 那这张椅子也是 各位看一下 一样是这个地板的同一块木料 折的 那当然你说这个 坐起来会很软很舒服吗 不会 因为这个线条就很简单 所有都是直的 那我们看看楼上的小阁楼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刚才看得到这个楼梯 镂空的楼梯 所以这个板怎么撑得住 当然它有金属的构造 是预埋到墙壁里面去的 所以才有办法撑出一片板 没有任何的结构 所以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其实后面 你要先做的事情会更多 更复杂 看起来简单 背后很多细部要去收 但是看起来很舒服 因为它没有多余的 没有任何额外的东西 你看这个钟 也是跟墙壁一样摆的 稍微有一点点 有点半灰色的 它有点透过 那个噴纱玻璃露出来 这个时间 屋顶 再来这个作品 应该是在西班牙 我们可以看到地板的材料 跟墙面是一样 而且这个材料 一直延伸到户外去了 所以让你的室内跟户外 不会因为真的室内户外 这一道玻璃而有一个阻绝 所以虽然是室内户外是在这一道 但是视线是延伸出去 因为材料的延伸 在户外的部分 有一个会动的遮阳盆 所以室内可以就直接延伸到户外 因为这一道墙的往外延伸的关系 那也一样 整个地面是比较简单的 木板 原木木板 但不是同一颜色 稍微有点色差 地面以上的就全部是白色的 它的整个空间设计都很简单 看起来就是很简洁的线条 所有的空间都是线条 很简洁的线条 柜子是线条 桌是线条 沙发是线条 所以这些线条不是密闭的 是流通的 当然线条除了水平的线条以外 还有一些垂直的线条 这是一个厨房 厨房跟柜子是一起设计的 所以它就变成空间的一道长墙 在这个背景上 这一道很长的 厨房跟柜子是在一起 整个连贯在一起 另外这个空间蛮精彩 这个有阁楼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极简的 很低线的设计 那很极简很低线 就是说它的空间没有 没有任何的造型 就是非常简单的 这种几何的线条 那利用材料上的一些变化 石材 金属 还有一些光线 这样一个变化 产生层次 那二楼是 二楼的部分是一个 一个房间 一楼整个都开放 就是竟然有一个很长的餐桌 甚至这个餐桌是单向 因为它所有的view 就要往这个方向去看 那背面就一长条 就是一个 这一长条就是厨房 就是有水槽 有炉台等等 那当然这个餐厅跟客厅 有一点点高差 那这个餐厅的餐桌 坐在这一面 往那一面看 因为那一面有开窗 所以可以 视觉可以穿越客厅 看到一整排窗 那这边也是一样 楼梯是镂空的 到二楼的夹层 所以整个空间的调性 都是一种无色系 就是白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非常简单的这些线条 那这个是水槽 你可以看到 这个水管 甚至是外漏的 外漏一个水龙头 甚至看不到水槽 这几乎是做到没有内凹的 这个几乎是平的 不可思议 不知道怎么做到 那这个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榻榻米屋一样 它是人是坐下来的 坐在地板上 透过这个垫子 跟这个Ir的茶几 那稍微有点抬高了 那当然这个有点高差 所以最下面的这个空间是 就是这个厨房跟餐桌 那稍微抬高四阶 是一个客厅 那再往上大概也 大概十几阶 十五六阶 悬在顶楼的这一块 是这一块 是卧室 那卧室的隔间 都是用玻璃 那玻璃的上半端 是全透明的 下半端是半透明的 就是喷砂玻璃 所以看得到光线 但是看不到人 看不到人的形状的细节 二楼的房间 你看 这个应该是白模玻璃 里面有白色的模 所以视觉有点阻挡 上面就是透明的玻璃 二楼的房间 房间尾端的浴室 浴室的水槽也是很惊人 你看这个水龙筒 这个当然也是定制的 那么长下来落水 下来以后没有一个内凹水槽 因为它整个金属板是镂空了 所以水会直接透过这个空间就流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 也是比较温暖的空间 它是有点拱 有点砖构造 那这个大概也在西班牙 所以有一些拱的砖构造留着 那也是利用高度上的差异在 这个比较高层上桌有一张床 下面有一个应该是钢琴 那前端是木头的地板 那入口的部分是一个硬铺面 那中间有一个用玻璃 针件出来的一个软房 玻璃屋 所以它是这个前端 那中间这个玻璃是针件出来 那这个就比较多的装饰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工业调性的作品 像在纽约 有很多原来是类似像工厂或者储藏室 那最后改成住宅 那个调高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工厂的这种 砖构造的粗矿的结构去外露 然后做内装只有做地板跟墙面 那甚至把家具也用金属板来做 那这个床也有轮子会移动 那用一点点稍微有点颜色跟粉色性来搭 所以看起来整个空间有一点点工业的这种调性 还蛮有趣的 就是这种有点出造感或者科技感 那所有的厨具都用金属来做 而且不落地稍微抬高 所以地板好像空间会流动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 可以到屋顶的一个可以拉的活动的楼梯 甚至浴缸都是一个独立的 赤裸裸的 没有靠墙 就是独立的一个浴缸 那这种在一个比较宽的空间里面 你会常看到的到这样的做法 那最后 来看我家好了 看了那么多 那其实也蛮类似的 我从四年前搬离台北市 搬到郊区 搬到新店 大概新店有个好处 它就已经到城郊区了 那其实这个点离街均站大概300公尺 也不是很远 不过地面城看出去是很台湾 所以很台湾就很乱很脏很草 那但是你只要往上走 你就到天堂 看得到很美的山 那我想是人造的东西很糟糕 那自然的景观很美 那刚好我的房子是大楼的顶楼两层楼 那其实都很小 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何让房子消失 看得到自然 所以我秘密叫消失的房子 所以那个做法其实也差不多 我把一道墙从室内一直拉到户外 那因为我是顶楼 所以刚好有一个退缩的阳台 那所以如何把空间尽量往户外拉 往户外拉 所以这一道墙就拉到户外来 那有 这个地板也是差不多 虽然有点色差 但是它的概念是一样 这个木头地板往外延伸 到户外就一片白色石头 那玻璃就没有框了 希望它里面跟外面可以连贯在一起 那到户外在这边就是要跟自然几乎没有边界 所以我们如果说从里面的木头的地板 那经过一片白色的石头 那来到水边 这个水就是一条线条 就大概八公尺长 那再来莲花 那再来竹岭 到尾端的山看到云 所以它有这种空间的层次 但是空间层次里面很多是自然的元素 水也好 竹岭也好 山也好 云也好 这个都自然的层次 那所以 这个是我坐在餐桌上 我每天早上用餐 所以餐桌是用水泥灌的 就是说 我喜欢比较粗糙的 就自然的材料 就是水泥 那这个是所谓的电视墙 电视墙也是用水泥灌的 所以这个室内我要一种比较 比较实的感觉 而不是比较轻的 那木头的感觉 那可以看得到 露台 看得到竹岭 看得到山 大概是这样 那我的餐桌是用水泥灌的 非常厚一片 那餐桌跟餐厅是延伸在一起 大概七公尺长 连在一起 那餐桌 没有 差不多六公尺 前面餐桌 餐桌本身大概 大概两公尺多 那前面这个 这个是流理台的counter 所以它很长 那这个餐桌主要是 这个很重嘛 所以下面结构希望是 很轻的 所以它好像 会飘起来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那个餐厅 就是一片而已 飘过来 所以这个是很重嘛 所以这个就很轻 那当然所有东西 尽量是透明的 是流动的 大概差不多啦 同样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 那晚上 可以看得到 那二楼就很纯粹 所以就是很简单 三个房间 那我有一个书架 大概两层楼高 大概十几层 叠在一起 那你可以看到楼梯 就是一个穿透的 所以它你可以看到一片 一片书 简单就是说 如果很简单的 数量大 就会有一种美感 简单就是美 那所以就是踏板 你边走 可以边看到这些书 还蛮幸福的 那晚上利用这个女儿墙 我们就是蚊子电影院 可以放电影 那这个浴室 会有些灯光 那这个北二高 那有一些灯光 lighting的设计 那这个是投影 所以我们可以在户外 所以就如果增加户外使用的频率 那夏天 不是 春天秋天 我们几乎都在户外用餐 那夏天可以睡在这地板上 没有问题 那这个浴室 这个是房间 主卧房 很简单 这浴室 浴室 这楼下的客用的那个 就是 toilet 那也是 其实用玻璃隔间是很省空间 而且光线会 会连贯 不会 所以整个空间就很亮 那我女儿的房间 所以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两张床 然后 这一片就是画板 他们可以在上面画画 那这个衣橱 衣橱跟天花板等等 那希望这个结构就是缩到 缩到上跟下缩掉了 所以就是整片玻璃 几乎 框也跟地板收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 星殿很漂亮的直潭水库 那整个山 山有七道 有七道 那这是我的房间 可以看到床 可以看到到水 那这是我的书桌 所以 所以其实室内很小 那当然自然很大 但是我 我们感觉的空间是看得到 那我们买的房子是 是你使用的空间 所以使用空间不用很大 但是 看的空间要很大 所以你会觉得 那个自然会 会跟你的使用空间 完全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 我说我的房子 希望是消失的房子 就是我希望每一个view 看得到都是自然 我们的空间 都是一个比较自然 所包备的景观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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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